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拥有一个你说了算的人生 活出自我片 好,我们现在开始 这个说法并不夸张 我相信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 他们有很好的逻辑思维能力 说起话来很有条理 但他们却常常不能理解别人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这样 一次,我为我的一位男性来访者做咨询时 谈到他的社交焦虑 突然间他脑海里有了一个异象 他的头颅高高升起 离开了身体约一米的距离 并且死活不愿意落下去 因为觉得身体太俗了 这个异象让我很受触动 让我好像把无数现象都联系到了一起 觉得他们背后都藏着这样一种逻辑 头颅是高贵的 身体是避俗的 例如,著名的柏拉图是爱情观 他试图从性中剥离 他试图从性中剥离出来 远离身体接触 只留下精神或灵魂层面的沟通 马丁布伯所说的 我与你的相遇 在我看来是灵魂层面的关系 它可以超越肉体 但这份超越 事先肯定了肉体 但太纯粹的精神思考 很可能并不是进入了灵魂层面 而是陷入头脑的心灵僻颈中 比如这位来访者 他就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人 本来他谈社交焦虑时 谈的是他强烈的社交渴望 他非常想拥有丰富 而有深度的朋友关系 而他还记得 在初中时和大家分完后 他再次热忱的去找别人时 总感觉到别人的冷落 结果 有一次他想 难道友谊不是头号需求吗 为什么好像只有我把友谊 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 这样的反思多了后 他就将心门给关上了 实际上 其他人都是正常反应 友谊固然非常重要 可还有学业 家人 甚至恋爱关系在 所以多数时候 大家的热情 没有他期待的那么高 但很有意思的是 这些社交受挫 却是他出现这个高贵的 头颅的意象的背景 所以可以看到 真相是 他太想和人交往了 受挫后 他想 人际交往和身体一样是必须的 而孤独的头脑世界 却是高贵的 高贵的头颅 必俗的身体 这对此族可以演变出其他类似的句子 高贵的孤独 必俗的关系 高贵的想象 必俗的现实 高贵的内在 必俗的外在 这些想法都可以 逐渐加强思维和头脑的重要性 特别是男性 男人可以貌似很好的活在 思维和逻辑的世界里 当然最好是身边有一个 基本不打搅他的乖乖女 乖乖女朋友陪着他 追求这些高贵时 很容易让人活得甘别 再分享一下 约瑟夫·坎贝尔的一段话 人类意识对生命期待的观点 绝少与生命的现实一致 我们不愿承认那冲撞的 自我保护的 有恶臭的 肉食的 和淫荡的疯狂 正是有记忆体的本质 相反 我们倾向于掩饰 漂白和重新解读 把所有软糕里 把所有软糕里的苍蝇 和菜汤里的头发 都想象成是 某个令人不悦的家伙的 过错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